李家超已经正式向特首辞职了 特首也会根据基本法第48条第5款 将这个请辞呈交给中央人民政府 李家超即时由政务司司长的位置推下来 开始他的优价先 特首选战终于揭幕了 不过今次的特首选举如无以外 都应该只有他一个人参加 全国桥联副主席卢文端向传媒表示过 李家超是一个特首人选 还说澳门模式是最适合香港的形势 所谓澳门模式 即是一人参选入閘 因为现在香港仍然在抗疫 和疫情在打仗 而选举时间上亦是很闯缺的 这么快找多些人出来参选 就不是那么合乎这个现实 虽然是这样 根据先前修订的特首选举程序 最终李家超都是要得到过半数选委的支持票 才能够正式成为第六届的行政长官 李家超真是一个大幸运 1977年加入警队 2010年进升为警务处副处长 处长都没做过的 2012年放弃英籍 出任梁振英政府的保安局副局长 接下来就试图平暴青云 扶耀直上 2017年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之后 李家超就升职了 正式成为保安局局长 林郑月娥说 她先前在记者会里才说 在2021年3月两会期间 已经向中央表示了 不想各族下届行政长官的议员 不知道这表达 跟接下来她做的动作有没有关 总之在六月换走张建宗 被李家超接替张建宗出任政务司司长 她成为第一名警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 现在还没坐乱 还没够一年 只坐了几个月 又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如果能够成功成为特首 就会是第一名纪律部队出身的特首 说句老实话 我真的找不到什么原因 她是不会成功当选 所以我们暂且将这个题目放下一会 今晚就尽一下公民责任 呼吁大家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一起参与全文字院快速检测 其实习惯一下也好 因为在抗疫记者会上 特首都已经说明了 将来需要进入某些特定的场合 可能都需要进行快速测试 大家测试测试习惯了 就不会 不知道大家收到那个防疫服务包没有 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 就说安座家中 就会送到你手中 但我还没收到 我去问过我住的地方的管理处 服务署 他们就说这里可能不会被获发这个防疫服务包 因为这里就是服务式住宅来的 其实这个安排真的不太合理 我们在这里住的都是 如果是长弱的住客 现在不是酒店 不过没所谓 明天我自己去吧 原来我都是属于保留实围的那班人 我知道有些朋友 就不是很想参与这个 一年三日的志愿快速检测 因为怕知道自己是阳性的话 就要很烦了 向不向政府设立那个平台 作出申报好呢 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担心这么多 因为如果你居住的环境 是适合家居隔离的话 政府都不会给你用隔离措施的 如果家居的环境是不适合自己隔离的话 即使你没有任何的病徵 和家人一起住 都是有危险性 会传播病毒给他们的 迁入政府的隔离设施 对家人都是一种的保护 况且如果真的出现了病徵的话 病情是有机会会变得严重 有正式的医疗照顾 总比是完全没有照顾 是稳妥一点的 政府今天就发放两条宣传短片 教我们怎样去用那个快插包 和怎样用那个情报平台 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和考虑一下 如果想快速测试的结果 更加准确的话 有些提示 最好就是早上起床之后 做这个快测 广阳性的准确程度的机会 就会大很多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 避开会有点黏液 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 就是上班之前 如果真的发觉自己是阳性的话 当然不要上班 免得传染病毒给同事 这样做 对于切断的传播链是有帮助的 如果真的验到阳性的话 千万不要出街 留在家里 还有拍一张照 用快测的平台 来作出一个新报 如果真的不熟习平台 怎样用的话 都可以打热线 那条热线 就是24小时运作的 1836 119 1836 119 来作出这个跟进 政府说 现在这个快速平台 由你情报阳性 到你收到隔离令 顺利地收到 没什么特别的意外 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有两部分要做的 首先就是输入个人资料 症状 居住的环境 家人同住的资料之后 大约三分钟之内 就会收到一个短信去确认 而短信里面 就会有一个连结 一个link 通过这个连结 是可以上传关键的资料 包括快测阳性的照片 等等这些资料 完成之后 就可以下载隔离令 大家最紧要记住 输入正确的电话号码 正确的电话号码是相当重要的 让政府可以找到你 大家也要留意 我们需要在24小时之内 情报阳性的结果 这样做才可以帮政府了解 在确诊者居住和工作的地点 来检视一下 是否有需要安排一些特别的行动 这个快测平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希望将不同风险的市民分层治疗 如果病情是严重的 或者出现一些有警告性的症状 例如是服用了退消药 仍然都是38度以上 出现抽搐 说不到话 失语 不能够行动 头昏 胸痛 或者是腹部疼痛 意识混乱等等这些状况 又或者怀孕妇女是24周以上 胎动是减少 甚至是停止移动 还有是辐射多过两天 都是有需要去到急症室治疗的 大家也需要特别留意高风险患者的状况 因为他们的重症率和小阳率都是教局 是需要尽快获得医疗的照顾 包括70岁以上的长者 5岁以下的小童 怀孕28周的孕妇 免疫力弱的人士 又或者是洗臣的人士等等 至于一般市民是否适合家居隔离 考虑的因素就是 包括病人会不会和非家庭成员 一起用同一个洗手间 例如住劏房的香港市民 家里的病患的人有没有独立的房间去做隔离 他有没有专用的洗手间 如果没有的话 能不能做到去完洗手间 用完之后可以清洁洗手间 一起住的人有没有高风险的人士等等 这些因素 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 政府也是会安排家居隔离 如果市民真的需要去到隔离设施 又要有家人陪的话 是可以获得安排的 知道这些种种的考虑之后 大家会否放心一些 積極参与全民的自愿快速检测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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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AI股神 何文豪 Percival Ho 那股票是什么吸引你先的呢 原先是否因为赚到钱呢 最原先一定是为了赚钱的 我以前最初的时候 是窮到要问女朋友借钱 你什么时候是开始去编写这个选股票的模式 如何开始加入人工智能呢 大概15年的时候 Alpha Gold出现 为什么叫Fenetic 是撞出来的 包括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 Kinetic 就是一个动力 还有最重要就是 我对股票那种抗热 叫Fenetic 因为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我自己发展的 由2005年到现在 我们每年都能够找到配升股 例如 这是我第一种选择的股票 能够升到300% 我其中一种 这种 由2月去Breakout开始 去到12月 10个月左右 就升了1200% 011年呢 我还买了两卡的戒指 就跟他求分 有一件事我就想问了 其实到现在是否老实说 你可以是什么都不做的 其实呢 我是真是 不用做事 都可以生活到的 我是真是很喜欢炒股票的 赚钱会是其次 现在 接着之后就是 慢慢慢慢就是 我给这个game 我当这个game 是有一种魔力的 是吸引着你 我很想找另外一个 Next Big Winn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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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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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